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我们和心爱的家人才能在圣约中永远的结合在一起 在两百多年来可能有很多人对私密约瑟的第一次印象 持有不同的想法和看法 但是神圣之灵如果打开我们的心 眼睛和耳朵 那么我相信神为何透过私密约瑟第一次印象 让人们简单明白了解天父的救恩计划 并且愿意持守到底 努力在福音中获得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在新成员时 准备和传教士一同到火车站发教会的传单 其中有第一次印象的故事 为此我做了一个进食的祈祷 几天后 上福音研究所 看到十六位历代先知的相片 当时一个清楚的声音临到我 这些都是我拆遣给你们的仆人 圣灵为我见证了悦瑟斯密第一次印象的真实行 当教导我的传教士说要为了我的智慧与问题帮我做进食祷告 我的内心充满了感动 那一晚我们就在教堂跪着做祈祷 之后就觉得有一种力量在照顾我 很感谢先知约瑟斯密听从神的话 复兴了祂的教会 让大家在摩尔门经中学习福音得平安 我感谢约瑟斯密有勇气以及信心 来追寻来自神的启示与复兴福音 我知道天父爱我们每一位 借着救恩计划我们可以回改变得更好 并且借着圣殿的教仪 家人可以永远在一起 在我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期间 我与目道友分享先知约瑟 之密第一次印象的经验 因为这些讯息是这么重要以及神圣 我总在心中祈求圣灵能为此做见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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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